好 轉眼中 畫面中一名男子在捷運站的置物櫃 幫忙拿包裹 離開捷運站 沒想到這舉動卻成了詐騙集團共犯 遭到逮捕 日前警方借獲報案 有女子因為貸款需求 尋找小額借貸 並和詐騙集團聯繫 依指示把自己的三張金融卡 放在台北捷運公館站的置物櫃 但他事後越想越不對勁 發現自己的網銀被人登入後 才發現自己受騙 警方調位監視器 訊現逮捕到置物櫃 領包裹的人 她是一名外送員 原來當時接貨外送訂單後 被要求幫忙到公館捷運站拿包裹 外送員私下接單 取得包裹後 把畫面截圖給對方確認 已只是送到指定場所 並拿一千元的外塊報酬 只是沒想到為了賺外塊 竟然淪為詐騙集團的收捕手 狼狽 遭到逮捕 以上會找到的情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